今天早上,咳得有痰,痰吐出来了,不发伤,有点食欲,我问医生,这是什么引起的咳嗽? 医生说,宝宝三四天都不拉大便,这明显内热,基石,病毒的感染肯定是要些发伤的,发伤过后都会出现咳嗽的症状,奶奶喂的时候也是没有忌口,豆子,水果,吃的不少,没办法, 老人就是担心孩子饿着,就是要给孩子吃很多,哭很多,暂时宝宝大便却不好,我给他刷牙,看到蛇胎半黄,也是我大意了,天天上班,对他观察有点少,中医讲,生食则激热,热则伤阴,骨体内营养失调,并由之而生,我总结了一下,这几天的生病过程,是有应可寻记,分享给各位宝妈, 基石性可受症状,宝宝鸡声热,热往上走,降低孩子呼吸道的抵抗力,导致孩子生病咳嗽,这种咳嗽,往往事业里咳嗽,白肩不咳嗽,有的甚至咳嗽到吐雷脂,基石对身体的影响,让宝宝出现上呼吸道问题,反复出现感冒,发伤,咳嗽,变淘体炎,限量体肥大,鼻炎等各种问题, 宝宝基石的表现,当宝妈发现宝宝有下面几种表现的时候,就要注意了,要及时处理,如果宝宝的嘴唇特别红,像涂了一层大红色的口红一样,这也是及时的表现, 二,宝宝口气大,宝宝口气大,有一股酸臭味的时候,这是因为宝宝胃里的食物消化不良导致的,这时候宝宝肯定是基石了,三,看舌胎,如果宝宝舌胎突然更厚,又白又厚或者又黄又腻,这也是及时的表现,而且一般这个时,宝宝肌已经很严重了, 四,宝宝大便粗,颜色黄,或者大便特别干,硬,颜色暴黑,这都是油热的表现,如果大便特别丑,非常难闻,这个已经是有基石了, 五,正常宝宝睡觉起来,眼睛都是干干净净的或有很少的岩石,不过如果宝宝岩石突然嫩多,这也是宝宝基石生热的表现, 六,如果宝宝睡卧不安,不断翻来覆去,或者磨牙,或者突然说梦话,这也是基石了,为不合则卧不宁, 七,如果宝宝平时都挺能吃的,突然不爱吃饭了,宝宝的肚子摸起来硬硬的,腹胀难受,这也是及时的表现,处理办法, 一,少食多餐,二味点瘾生菌,三,柔柔小肚肚,四,避免给宝宝都吃希腊刺激油腻生冷的食物, 五,多吃些蔬菜和白粥,六,多运动,希望可以防患于温元, 如果发现宝宝有金石现象,妈妈干净干预,处理,避免宝宝基石严重, 引起累热,发烧等症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